欢迎收听拍律游乐园 我们刚刚上一段最后听到风一直吹 现在就要来讲讲这个歌的故事 现在也有风吹的感觉 真的哦 太强吗 要不要调小 不用不用 很舒服 很舒服 这歌是在哪里写的啊 这歌其实手稿是在纽约 但没有完成 那很早以前就写好了啊 没有写好 它只是文字 它只是一些心情记录的文字 了解了解 然后一直到我刚刚说 在疫情的这段期间 开始整理的时候 然后我就把它写成歌词 对 然后回到当时的一些情景 这个歌 我为什么我很喜欢它的原因 你为什么很喜欢它 因为我只要歌有风的歌哦 我都会感觉到有个东西就是吹到脸上的反应 所以你喜欢那种风吹的感觉 然后再来是它给我一种宁静致远的想象力 我是来自封城的女孩 这也是有道理 也有点关系 我们老家台东风也不小 归人沙城 很美的地方 然后我们今天一直聊纽约 我觉得可能或许 默默之间我们有一段交错的缘分 因为纽约算是我这辈子去了很多次的城市 你应该很爱吧 我超爱 而且我曾经希望我至少每一年都可以去那么一次 我曾经也这样子对我自己下 真的吗 许下愿望 因为我同学还在 我有个同学后来就是跟美国人结婚 然后有个同学是因为他哥哥移民 就刚刚那是日本同学 然后土耳其同学 然后我还有同学 意大利的同学都在 对 虽然就是说还有我的英文老师 我英国文学老师 跟他都还有联系 对因为他也是喜欢音乐 了解 那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工作的关系 因为现在机票也很贵 对现在太贵了 好贵哦 然后 然后我现在反而是有就在一些好莱坞电影 或像什么Sex and the City的印记 我就会看到那个期间的美国纽约 我就会觉得 我真的 我走过那个 那你有没有看六人行 有Friends更恐怖 随时就会想起某个段落 就会觉得 哦那一段我记得 那就是完全非常90年代的纽约 我真的觉得 然后我真的很喜欢那个时期 是因为纽约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城市 没错 永远有新鲜事物会从你擦身而过 或者是在它一个越来越大块的LED板 那个资讯就这样子扑面而来 没错没错 你就会觉得说 哇那段纽约记忆好美好 对 那其实就是这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对比啦 就是说在这么欢乐 在这么嬉闹 或是繁华的一个城市里面 其实当天我的心情是很落寞的 哦 对因为在面临一个抉择嘛 在面临一段关系 到底是要持续下去 yes or no yes or no yeah ok no ok 对所以就写下那个情境 我会觉得说 哦这个地球好像破了一个洞啊 这个风吹了我头发 很乱了很烦了 但是在一段这样子吹风的过程当中 慢慢的安静下来 去听里面的声音 你觉得说 其实一个重新的开始 何尝不是放过自己 何尝不是让自己有一个成长的契机 其实我觉得我的成长跟移动 有很大的关系 可能城市的移动 可能是关系的移动 感情的移动 工作的移动 这些移动 几乎现在我回忆起来 都对我的成长 给了非常多的养分 对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情形 的确没错 虽然说那一段关系 没有持续下去 可是也带给我一个 非常非常长的一个省思过程 以至于我现在会面对关系的看法也好 或是对待我周遭为的人 有很不同的一个做法 对啊 他改了你什么根本性的性格吗 性格要被改变是蛮难的啦 但是可以被调 对 思维可以被调整 也就是说 其实你要更宽广去接纳 跟你不同想法的人 对 看待艺术 看待事情你可以 可是好像 看待你周边的人 你好像对他特别的严格 可是人又有一些原则问题啊 对啊 但是有时候就说 我们不同 我可以不同意你 但我可以接纳你 嗯 你以前的我不是这个样子 以前会觉得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你跟我想法真的差太多了 可是这会不一样耶 我们跟朋友跟 两人关系的那个 规定 那个规则 会要求的 不一样 对不对 对耶 可是你 你有没有发现说 为什么要对自己亲密关系的人 特别严吗 特别严 为什么 这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是 如果你跟他 跟他可以更轻松的相处 其实你们的关系反而会更好 就爱教育电台 感谢观看